今天给大家讲个发生在60年代的邪性故事吧 经常看我故事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写的故事好多都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 为什么那个年代这种邪乎是特别多呢 究其原因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这种混乱并不是指乱世之中军阀混战 名不聊生的那种混乱 而是指人心混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人们是疯狂而又失去理智的崩塌的社会秩序下 人们心中隐藏的恶被释放出来 造就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 将人性中恶地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心及鬼欲生出万千邪 在那种年代背景下 能出现许多奇葩事 邪性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 便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这个故事要从我前段时间去邻村参加一个亲戚丧礼 所遇到的一个怪异的老人讲起 那个老人是我在吃饭的时候见到的 大家都知道 农村的丧礼上吃饭是要吃大锅菜的 露天摆放几张桌子 每人乘上一碗荤菜 七八个人凑一桌 而那个老人打了菜后却没有上桌 而是蹲在墙角下默默地吃着 他头发斑白 胡须杂乱 满脸的皱纹 显得十分的苍老 穿着也很破旧 看起来有些孤苦的样子 我开始以为他是来丧礼上帮忙的人 就有些奇怪 丧礼上的人怎么都对着老人熟视无睹呢 这么大的年纪了 总该让老人家上桌去吃吧 后来 我见到老人的行为举止 似乎有些不正常 神情呆滞 嘴里不时自言自语嘟囔着什么 时不时地就对着人傻笑 这才明白 老人家应该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来这里是讨要些婚饭吃的 见我一直在盯着那老人看 同桌一个本村人就告诉我 说别看那老头现在痴痴傻傻的 早年啊 可厉害着呢 在村子里 也算得上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威风得很 我就感慨 说人生无常 老人家得了病 真是太不容易了 现在这么落魄 难道就没儿女管吗 本村人冷哼了一声 似乎对那个老人很是不屑 忽然压低了声音 小声说道 他可不是得了病 而是丢了魂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而且他就是一个孤寡老头子 哪有什么儿女啊 我听他这么说 吃了一惊 民间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丢了魂 人就会长睡不醒 抑或是变得痴痴傻傻的 只是过去一直以为 这只是个民间传闻 也没当真 现在听那本地人的话 倒是印证了这个说法 但这种鬼魂神怪之类的 是实在太过玄乎 所以 我也只是将信将疑 这时 同桌的其他人 也都被勾起了好奇心 就开口将那本村人讲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村人见大家都很感兴趣 也就没再卖关子 抿了口酒 徐徐开口讲了起来 他说那个老头叫洛长安 六十年代末的时候 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他爹叫洛清禾 是村里的村长 那时的村长虽然权力不大 但掌管着村里集体资源分配 看谁不顺眼 给穿小鞋 能把人给整死 所以那回村子里的人都怕他爹 整个村子没人敢忤逆他爹 而他也仗着他爹在村里横行霸道 没人敢招惹 当时全国开展破四旧运动 要砸碎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世界 洛长安的爹 作为村里的干部 自然要响应号召 再加上他 本就是个好出风头的主 拿着鸡毛挡令剑 所以做起这种事情来 格外积极 村子里但凡上了年头的物件 都被他带人砸得稀巴烂 说这些都是封建残余 必须要清理 就连贡祖的祠堂都被毁坏了 村里人虽然气愤 整起人来毫不手软 洛青河也是对这个 与自己秉性相投的儿子 格外器重 希望能培养他 以后接任自己的村长职位 父子两人联手 把村子里能砸的旧物件都砸了 就连村戏一辈黄鼠狼钻的千疮百孔 露出半角朽烂棺材的无名荒坟都给刨了 说是看着破败 在朝气蓬勃的中华大地上 绝不允许这种腐朽的东西存在 最后实在没什么再能砸的东西 消停了几天后 洛青河又按捺不住满村子溜达 看见啥都寻思寻思 能不能砸 一天就溜达到村委的一块石碑前 那石碑也不知道是 哪朝哪代立在这儿的 历经风吹雨打 碑文都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他顿时眼前一亮 一拍脑门 这石碑妥妥的封建遗留 自己先前怎么就没想到 他当即就召集村人 带着儿子喊着口号 浩浩荡荡往村委石碑处走去 刚走到半岛 就见一老头 颤颤微微慌里慌张地迎了上来 他定睛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二叔 眉头一皱 呵斥道 洛老二 谁让你出门的 你不在家好好待着反省 来这干啥 洛老二虽说是洛青河的二叔不假 但他曾做过阴阳先生 这个行当在那个年代 可是属于牛鬼蛇神 照理说是要被抓起来清算的 洛青河虽然做事心狠手辣 但那毕竟是他二叔 不看僧面看佛面 抓起来遭罪的话 他自己也脸上无光 而且他二叔年纪也大了 万一再遭受不住 被整死了 他不就成不孝子孙了吗 所以也就没怎么为难他二叔 让他在家里自己反省悔过 但平时见了面 还是会出言讥讽几句 训斥一番的 以示自己和二叔划清界限 洛老二听洛青河一小辈 这么训斥自己 也不敢气闹 只是拦住队伍 出言相劝 让他们千万不要动村委的那块石碑 不然大祸临头 洛青河一听 眉头一皱 指着他二叔鼻子骂道 你这老东西 还给你脸了 那石碑可是封建一流 旧时代的朽碑 不砸了 还继续立那给万恶的 旧世界歌功颂德吗 洛老二 你这是要跟人民队伍作对啊 你倒是说说 那石碑 到底为什么不能动 说不出个子丑银帽来 你也就别回家了 我让人给你收时间牛棚 你去那反省吧 洛老二就算脸皮在后 听亲侄子这么骂自己 也不禁老脸一红 他善笑了一下 欲言又止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最后私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说道 大侄子 我可不是那意思 我怎么敢跟你们 跟人民群众作对呢 我呀 是怕那石碑 今年累月遭风吹雨打 下面有所松动 你们一动 万一倒了 砸到人那可就不好了 我也是一片好心 给你们提个醒 砸石碑的时候 莫要伤到人 这话洛青和自然不信 但他也没再继续追究 冷哼一声 告诉洛老二 回家好好反省 别瞎操心 然后带着队伍 继续往石碑处走去 找到那块石碑 洛青和说 要把这石碑整个挖出来 砸碎了修桥铺路 以示要将封建残余连根拔起 将一切封建势力踩在脚下 众人听后犯了难 那石碑比人都高 很是厚重 下面还不知道埋了多深 要想整个挖出来实属不易 但众人也都不敢多说什么 免得一个出言不慎 再惹祸上身 那石碑下的土很硬 众人挖了半天 不过挖了二三尺深 石碑仍旧纹丝不动 看来埋得极深 而且众人挖土的时候 不时便会挖出一些残砖断瓦来 都是些青砖带瓦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不像是现代的东西 有人就说 咱这儿啊 靠近黄河 老年间黄河经常泛滥 时不时地就会淹到咱这儿来 冲毁家宅屋舍 等洪水退去 留下的泥沙 就把这些倒塌的房屋给掩埋了 估计咱挖出的这些砖瓦 就是那些被掩埋的房屋上的 看样子 应该还是大户人家 这青砖带瓦的 一般人家可用不起 如果运气好 兴许能挖出大户人家的金银坛子来呢 又有人反驳说 可别扯了 谁家的大户人家 会在家里立块背啊 依我看啊 估计这下面有座大幕 咱兴许能挖出不少陪葬品呢 洛青河见众人挖得慢 又闲言碎语的瞎胡扯 眉头一皱呵斥道 都别闲扯淡了 挖出宝贝来 你们也捞不着 那得上脚的 你们啊 就卯足了劲赶快挖 今天要是把这杯挖不出来 谁都别回家吃饭 众人都不敢再吱声 老老实实干其手里的活来 又挖了近一个时辰 石碑还是没挖到底 反倒是有人挖到一块 朽烂的破木板子 那木板子似乎很宽 扶去上面的土 又往两侧挖了挖 众人这才看清 竟然是一口棺材 那木板子就是棺材盖 只是这口棺材 似乎有些不对劲 正常的棺材 一般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一头高一头低 大小代表阴阳 人躺在棺材里 寓意自阳归阴 高低也是有讲究的 棺材及阴宅 一头高一头低 就像是房檐一样 可以在下雨时 让雨水流淌下来 不会让阴宅积水 可这口棺材 却是两端对称 高低无差 与寻常棺材截然不同 而且众人发现 这棺材的颜色也不对 棺材一般就两种颜色 一种红色 一种黑色 高瘦之人受劲死 是喜丧 所以用红色的棺材 横死或者年纪轻轻 就夭折的人 用黑色的棺材 而这口棺材 虽然看上去也是红色的 但却不是棺材上 常用的那种 有些暗淡的枣红 而是更加明念的新红 像是涂抹上了一层朱纱 众人觉得 这口棺材实在太奇怪了 不像是埋葬死者所用 好奇之下 就要把棺材附近的土 给清理了出来 使棺材整个暴露出来 棺材的正面 隐约可见刻着的字 有人把那上面的土服去 众人看清刻着的字后 都吃了一惊 那上面刻着的是 镇 这就更奇怪了 寻常的棺材正面也刻字 但一般都是刻 符 瘦 亦或者是垫 从没听说有刻镇的 众人望着 这古怪的棺材一时迷惑不解 不知是作何所用 这时 忽然有人指着棺材盖说 封棺怎么用的是铁钉 众人往棺盖出一看 果然 封棺用的不是木蝎 而是七颗铁钉 这下大家 真的被吓到了 因为民间习俗 封棺是要用木蝎的 而不能用铁钉 木主生 木蝎封棺 寓棺 寓意死者往生 而金主死 铁钉封棺 可定住死者魂魄 将其困于棺中 使其无法投胎转世 一般都是用于镇压魂魄 众人也都知道这民俗 所以才慌了神 这棺材邪性啊 大家都觉得 挖到这么一口邪门的棺材汇气 再加上这时天 已经有些晚了 太阳已经落山 大家伙就想回去 等明天再从长计议 该挖挖 该买买 但骆青和却不愿意了 说刚才就说了 挖不出石碑来 今天谁都不能走 当我说话是放屁呢 众人见他这么说 都有些为难 有人就说了 不是我们不挖 而是挖出了这么一口古怪的棺材 里面指不定有什么东西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啊 骆青和冷哼一声说道 你们这些人 绝物低啊 不就是一口破棺材吗 有什么好怕的 里面难道还真有鬼不成 村西那座百年老荒坟怎么样 村里人都不敢打那走 甚得慌 还不是照样被我给刨了 你们那点出血 骆青和骂完 也是存心想让儿子骆长安 出出风头 便朝他使了个眼色 示意让他去把那破棺材给砸了 骆长安自幼蛮横惯了 天不怕地不怕 也不处 拿起刨土的锄头 跳到棺材上 就是一顿砸 还说要把这棺材给劈了 拿回家烧炕 骆青和看到儿子的表现后 点了点头 一副虎腹无犬子的责义神情 看起来很是满意 那棺材在土里 也不知道埋了多久 本就已经朽烂了 哪里经得起这么打杂 不一会儿 棺材就被砸开了一个大洞 众人这时都躲得远远的 生怕里面钻出什么邪门的东西来 但骆长安不怕 不光不怕 他还站棺材上 俯下身子往里面瞅 瞅着瞅着 忽然就变了脸色 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 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 双目圆睁 直勾勾瞪着众人 像是被鬼附了身一般 可又被骆长安的诡异举止吓到 不知该如何是好 骆青河也是 吃了一惊 不知儿子这是怎么了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正当大家手足无措之时 骆长安胡指着众人 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前腐后腰 哪里还有半点重了邪的样子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骆长安是装的 吓唬人而已 虽然都松了口气 却也气恼他任意妄为 戏耍人 骆青河也放了心 呵斥儿子 让他不要再瞎胡闹 然后询问 他在棺材里看到了什么 骆长安说 里面黑洞洞的 看不大清 我再看看 说罢他又俯下身子 蹲在棺材上 透过砸出的洞 往里面瞧 过了很久都没有起身 骆青河等得不耐烦了 问他 到底看清楚没有 骆长安也不回应 骆青河见他有些奇怪 便又喊了他几声 他还是没有吱声 骆青河只当他还在故弄玄虚 眉头一皱骂道 你这小兔崽子 再给我装神弄鬼试试 看我不把你腿给打折 老子的话都不听了 还反了你了 这话说完后 骆长安却是身子一歪 倒了下去 骆青河脸色一变 知道事情不对劲 赶忙和几个人 一起把骆长安 从棺材上抬了下来 见他昏迷不醒 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还有气息 急忙把他送回了家 火急火燎的 请来了村子里的赤脚大夫 大夫摸了摸骆长安的脉后 沉思许久 露出困惑的神情 骆青河焦急地问自己儿子 这是怎么个情况 怎么就无缘无故地昏倒了 大夫摇了摇头 说从长安的脉象来看 身体并没有异常 至于为什么会昏迷不醒 他也不清楚 这是确实是蹊跷 骆青河见大夫也没辙 一时间愁眉不展 这时 有在他家帮忙的人就对他说 会不会是那口棺材里有东西作祟 你二叔不是说了吗 不让我们去挖背 不然大祸临头 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实在不行 就去找他问问 骆青河抽着烟 沉思许久 却是不置可否 他是要面子的人 先前不仅没有听他二叔的话 还出言嘲讽 现在出了事再去找人家 他一时间 还真拉不下这个脸来 又有人说 那棺材里啊 估计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把长安的魂给吓掉了 所以 长安才会昏迷不醒 要不叫一下魂试试 这种涉及鬼神之类的话 哥以前是没人敢说的 非得被当作思想有问题 抓起来接受改造不可 但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事关骆长安安危 大家也就没了忌讳 各输己见 骆青河听了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大家伙都回家了 开始大家以为 骆青河还是不相信这种邪乎事 觉得他思想觉悟就是高 可没想到 他进夜里偷偷去给儿子招魂了 而且还因此丧了命 原来骆青河也认为 儿子之所以会昏迷不醒 是被吓掉了魂的缘故 只是作为村长 他是没法正大光明 去给儿子招魂的 不然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只能等半夜三更 村里人都睡着了 他再偷偷地去 按照当地的习俗 招魂要拿着一件 失魂之人的贴身之物 隐魂箱回家 骆青河让妻子在家照看儿子 自己拿了一件儿子的衣服 和一根箱出了门 临走时说 如果招魂不顶用 明哥就设下这张老脸 去找骆老二问问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却没想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骆青河的妻子在家等了半宿 见骆青河一直没回来 心里不禁有些忐忑 一直等到五更 天都快要亮了 他按捺不住 出了门去找骆青河 一直走到村委石碑处 都没见到骆青河的影子 这就奇怪了 一个大活人 怎么的还丢了不成 骆青河的妻子这么想着 又四下望了望 就见那石碑的后面 似乎趴着个什么东西 这十天还有些懵懵黑 他看不大清楚 等他走近了一看 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那是一个人 准确来说是一具尸体 一具不知被什么东西 咬得血肉模糊的尸体 不用说 正是骆青河 骆青河的妻子一声尖叫 跌跌撞撞地就往回跑 他也没有回家 他自己就变了脸色 他说完了 石碑下面的那个东西跑出来了 清河就是被那东西给害了呀 骆老二一脸的傲猛 叹了口气说道 也怪我 没敢把那石碑的事情 给清河讲清楚 没能拦住他去动石碑 不然清河也不会死 骆青河的妻子 问那石碑下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骆老二说 是尸鬼 尸鬼 那是什么 光是这个名字 就让骆青河的妻子 惊怕不已 他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 来不及多说了 那尸鬼如果被他逃掉 村子里的人怕就要遭殃了 我得赶紧去喊人 骆老二来不及向他解释 便火急火燎地出了门 他喊上几名身强力壮的村人 直奔石碑而去 来到石碑处 几名村人看到骆青河那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的尸体后 都呕吐起来 骆老二走到那口 被挖出的棺材旁 建棺盖已被掀开 里面是空的 很显然 那尸鬼咬死了骆青河后 便逃走了 骆老二在四周搜寻了一番 也没找到尸鬼的踪迹 他面色凝重 眉头紧锁 叹了口气 说还是让他给跑了 这一下可麻烦了 众人听得不明不白 他们来得匆忙 一路上骆老二也没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 这时有人就问 棺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还有骆青河是怎么死的 骆老二说 棺材里挣着的邪碎是尸鬼 青河夜里来给他儿子招魂 就是被这东西给咬死的 众人听后都被吓了一跳 觉得难以置信 有人接着问 尸鬼是什么 骆老二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问 众人知不知道赶尸 有人说 那不就是民间传闻吗 说是 如果有亲人客死一乡 山高水远 想要让他落叶归根 回家乡入土为安的话 就要找赶尸匠 把尸体给赶回来 骆老二点了点头 说那些被赶尸匠启示的尸体 就是尸鬼 人死之后 魂集入幽冥轮回转世 破则留守于尸旁 在七七四十九日后消散 此间赶尸匠可用密法 将人破居于尸中 使其不会消散 以此来控制尸体 好多赶尸将赶尸的时候 尸体额头上会贴着张符录 其实那幅不是为了阵尸 而是为了拘破 人魂主人神识 人魄主人身体 魂掌意识 神智 魄掌本能 欲望 人尸魂 则是自我 没有了心智 所以 尸鬼虽然可以行动 听从赶尸人的射令 却没有心智 也不记得自己生前之事 民间传闻 说人死后会诈尸 其实也是变成了尸鬼 魂为阳 魄为阴 阴阳相合则生 阴阳相离则死 人刚死后 尸阳魂 为阴躯 守灵之时 倘若尸身被猫狗等动物碰触到 沾染上阳气 阴阳共济 便会诈尸 成为尸鬼 只是这种尸鬼身上阳气不足 只能维持大约一炷香的功夫 便会阳气散尽 再次死去 尸鬼因为有魄无魂 所以不记得生前的事情 亦不认得亲人 常常会做出伤人之举 而且 尸鬼因为魂魄不完整 会本能地想要补全魂魄 当碰到生人时 便会射人生魂 移补几缺 故民间相传 碰到敢尸将 敢尸时 不能好奇上前观看 不然就会容易丢了魂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骆老二讲到这里 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我听说昨天的时候 长安砸开了装尸鬼的棺材 往里面看了一眼 便昏死过去 那就是因为 魂被尸鬼给射走了 人为死尸魂 便会昏迷不醒 骆老二说 只要把尸鬼给杀死 长安的魂魄 自然会回归本体 这倒是不必担心 有人又问 说既然这尸鬼 是敢尸人驱赶的行尸 那为什么没有被送回故乡 好生安葬 反而被镇压在这石碑下呢 骆老二说 此地啊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曾有座错尸庙 错尸庙是敢尸将路途中歇息的地方 为防止敢尸将夜里睡着了 行尸诗变出世 错尸庙门口立有镇尸碑 庙里有镇尸关 用以克制行尸 敢尸将夜里休息的时候 把行尸放到镇尸关中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那个时候 兵荒马乱的 社会动荡不安 到处都在打仗 有个敢尸将把行尸带到这儿后 正好赶上了当地民变 前路不通 被封锁了 他就把行尸丢在了错尸庙里 自个逃命去了 错尸庙 那地阴森森的 寻常人也不会去 行尸就在那被放了好几年 后来黄河改道 把这地给淹了 错尸庙 因为地势低洼 也在洪水中被冲毁 镇尸关和里面的行尸 一起被埋在了淤泥里 一换过了好多年 洪水才终于退去 但那错尸庙的遗址 以及装有行尸的镇尸关 却被一直埋在了地下 骆老二费了不少口舌 才给众人讲清楚了 尸鬼的来历 有人好奇 这是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骆老二就给众人讲了个 他还年轻时村子里发生的事 那是洪水刚刚退去不久 过去迁走的村民 有些陆续迁了回来 也有不少外地人搬到了这里 他家不是本地人 也是在那时搬迁过来的 因为过去的房子 都被洪水冲垮了 所以人们迁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盖房子 他家当时就把房子 盖到了这附近 房子盖好后 搬过来没多久 他就发现了一件怪事 每当夜深人静 他在外面乘凉的时候 就会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哭 他就很奇怪 这谁整天大半夜的不睡觉 哭个啥呀 于是就顺着声音找 结果发现 哭声是从一块 被泥土埋了半截的 石碑下面传来的 他自然害怕得不得了 正好村子里来了的盗士 于是他就去请那盗士来看看 是怎么个情况 盗士来了后 瞧了瞧那块石碑 看清上面刻的皱纹后 看出这是块镇尸碑 知道这是和尸鬼脱不了干系 他又找到几个当年 村子里的本地人多方打听 终于得知 这儿过去曾有做错尸庙 地下埋着一具 被镇尸关封住的尸鬼 盗士围着镇尸碑转了几圈 又往四周观望一番 然后就告诉村人说 这镇尸碑 过去在洪水中浸泡多年 水底淤泥涌动 镇尸碑偏移了些方位 方位一错 乾坤颠倒 就镇不住下面的尸鬼了 所以尸鬼才会苏醒过来 只是被镇尸关困住了出不来 尸鬼思乡 因为他就是为了归乡 才被敢尸降起尸的 本能地想要回归故土 但他没有魂 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 也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 更出不来那口棺材 所以才会夜夜哭个不停 道士说完叹了口气 说这尸鬼虽说是邪碎 却也可怜 没能被敢尸降 送回家乡好生安葬 村里人虽然对这尸鬼的遭遇 也颇为同情 但那会社会还很动荡 村民们自顾不暇 也没有能力再把这尸鬼 送回家乡安葬 又怕尸鬼出来作祟害人 于是便在道士的指点下 把镇尸碑重新立在了正确的方位 镇压住尸鬼了事 尸鬼虽然被镇压了 但落老二还是搬了家 毕竟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任谁也不会安心 而那个道士 此后也没走 而是留在了村子里 他原本是一个云游道人 但逢乱世 到处都在打仗 稍不留神 就会死在外面 他年纪也大了 就想要安定下来 落老二就帮他在自家附近 盖了一间小房子 供他居住 他有时也会教落老二 一些道家术法 所以落老二此后 才会做了阴阳先生 落老二说 因为十日久远 知道这件事的人 大多都已经死了 年轻一辈没人知道 那石碑下面 还镇压着一个邪物 所以才肆无忌惮地挖了杯 砸了关 招来了祸端 我本是想要劝阻清禾的 奈何他对我有偏见 我劝他不住 也是心存侥幸 觉得过了这么多年 尸鬼或许早已魂飞魄散 尸骨成泥 却没想到 说到这里 落老二一声叹息 又说道 这也是村子的劫难 倘若不仅快捉到尸鬼 定会有更多的村人伤亡 有人就说 尸鬼凶残 又会勾魂 我们怎么能斗得过他呢 落老二告诉众人 说这尸鬼虽然凶残 力大无穷 却也不是无法对付的 他已经射了长安的魂 魂魄一拳 便不会再射魂 而且 尸鬼属英邪之物 喜英俱阳 咒服夜出 他白日里无法行动 昧于暗处 我们只要找到他 便可轻易把他擒住 众人听后 方才松了口气 此时天已经大量 事不宜迟 落老二赶忙让众人分头行动 在村子里搜寻尸鬼的下落 众人四下散去 各自寻找 没过多久 这时便在村子里传开 村人们惊骇不已 纷纷加入了搜寻尸鬼的队伍 落老二本以为人多力量大 这尸鬼又走不远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人找到 却没想到村人们 从上午找到下午 又从下午找到傍晚 一直到夕阳落山 都没发现那尸鬼的踪迹 落老二是心急如焚 说这下可坏了 太阳已经落山了 那尸鬼还没找到 也不知藏到什么地方了 有人就说 我们一直在外面搜寻 那尸鬼会不会是 躲进了村人家里 灯下黑 才没被发现 落老二却摇了摇头 说家家户户都有门神把守 那尸鬼乃是个邪碎 进不得人家门 那人沉思了片刻 又说道 那他会不会是出了村子 回自己家乡去了 那人是从旁人口中 听得尸鬼之事的 是已对尸鬼并不了解 才会这么问 落老二又对那人解释道 尸鬼无魂 是不记得自己家在哪里的 只会在这附近游荡 话音未落 落老二呼得正住了 一拍大腿说道 不好 我忘了那尸鬼设了长安的活 有了长安的记忆 他肯定是去了长安家 而且因为魂是长安的 所以 就算是他家的门神 也不会阻拦 长安他娘怕是有危险 落老二急忙带着人 就想要往长安家去 然还没走几步 就见长安娘 一脸惊慌地跑了过来 跑得气喘吁吁 圆圆喊道 他二爷 可不得了了 你说的那个鬼东西 他跑我家去了 可吓死我了 落老二见长安娘没事 也就放了心 让他歇口气 慢慢说 原来长安娘白天 一直在和落家几个长辈 商量落清河的丧事 傍晚天黑后 人就都走了 安静下来 他就隐约听到 儿子那屋有动静 他觉得有些奇怪 为了方便照顾昏迷不醒的儿子 他让儿子睡在了自己屋里 儿子那屋没人 怎么会有声响 他捏手捏脚走过去 透过门缝往里瞧 待看清里面的景象后 顿时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屋里站着个人 确切来说 应该是站着具尸体 那尸体周身灰暗 皮肉干枯贴骨 双目凹陷 五官干瘪 食指弯曲四爪 看着极其害人 长安娘想起了冯老二所说的尸鬼 惊怕不已 不敢再看 哆哆嗦嗦地出了门来报信 洛老二听罢 说这尸鬼 应该是昨日夜里害死清河后 便去了清河家里 在长安房间中隐秘起来 长安娘没有遇难 时事万幸 这时有人就问了 既然那尸鬼身上 是长安的魂 又有长安的记忆 为何会害死他父亲清河呢 洛老二说 尸鬼身上有长安的魂不假 但人的魂魄 是自出生时便匹配好的 犹如人的姻缘 一魂配一魄 如果强行将两个人的魂与魄配合 则魂魄不容 阴阳不交 心神错乱 失心丧志 洛清河在为儿子叫魂的时候 尸鬼想必是有所感应 才会出了棺材 却因失了心智 心性无常 而将洛清河害死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洛老二说事不宜迟 我们需得赶紧去清河家 将那失鬼擒住 以免让他跑了 再生事端 众人跟随洛老二 一起往洛清河家走去 途中洛老二让人赶去村委 用三尺黄纸 踏映了几张镇尸杯上的皱纹 说是有镇邪困尸之用 不大话 众人来到洛清河家中 远远望见长安屋窗纸上 有人影晃动 一跳一跳地 举止诡异 爪牙避现 透过门缝 众人见到了那失鬼的容貌 果然如长安娘所述 皮肉干枯复古 就像是一句 骷髅披着人皮 有些部位皮肉腐坏 露出森然白骨 那失鬼在屋中一跳一跳地 时而驻足仔细端向屋中物件 若有所思 时而张嘴做叹息状 面容扭曲 看不出是哭还是在笑 一句干尸 做出这种怪异举止 看起来说不出的诡异害人 有人轻声问道 那失鬼怎得跳来跳去的 在干嘛呢 洛老二回道 失鬼失身腐坏僵化 关节无法弯曲 属于长安的一些记忆吧 洛老二话音刚落 那失鬼似乎是察觉到屋外有人 呼地躁动起来 静直向着门口飞扑越来 洛老二见壮忙 让人抵住屋门 莫要让那失鬼出来 失鬼力大无穷 撞得屋门砰砰作响 众人骑上 竟绝力不过 眼看失鬼就要破门而出 众人惊惧 这时 洛老二急忙让人将踏印着 正式背符咒的黄纸贴到门上 请客之间 众人觉得 门后传来的撞击消失了 失鬼不知为何 竟不再撞门 洛老二趁此间隙 又让人将窗子上 也贴上了黄纸 那失鬼暴怒 却似一个无头苍蝇般 在屋中胡冲乱撞 却死活寻不到出口 洛老二道 这黄纸能暂时困住他 让他看不到门窗 找不到出口 指望能撑到明日 待日头出来 他便动弹不得了 到时任由我们收拾 村人们见失鬼被困住 都松了口气 放下心来 那失鬼被困在屋中 开始的时候折腾得厉害 屋子里响声不断 后来就渐渐没了动静 有人就好奇 想看看那失鬼怎么样了 便用手指 在窗纸上戳了个洞 往里窥看 洛老二看到后 赶忙阻拦 却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明月当空 月光正照在窗户上 自窗纸上的小洞照入 日为吉阳 月为吉阴 月光阴了 圣鬼忘邪 那些鬼怪邪碎 对月光最是敏感 此时那道月光 无疑是为失鬼指明了方位 让他寻到了出口 失鬼纵身朝着窗户撞去 过去的窗户全是木质 由之所乎 哪能经得起失鬼的撞击 轻易便被撞开 失鬼越窗而出 众人大惊失色 可还是撞着胆子 将失鬼团团围住 洛老二告诉大家 务必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这失鬼伤着 他让人拿来了双狗的锁链 想要捆住失鬼 失鬼自然不会引颈受禄 暴怒之下 横冲直撞 围困失鬼的人虽然不少 一个不慎便会被弃伤到 众人忌惮 只能为而不公 然而 失鬼却是如虎入羊群 所到之处人皆退避 而且 他行动敏捷 人们手里虽然有锁链 却也捆不住他 眼见他便要逃之夭夭 这时呼地传来一声鸡鸣 那失鬼被吓得浑身一颤 似乎很害怕的样子 行动一时也变得迟缓起来 原来众人围困失鬼 场面混乱 家中鸡圈里的攻击受到惊吓 提叫起来 洛老二大喜 说攻击逐日而鸣 身具阳气 最可阴邪 打鸣声更可惊魂害破 所以 鬼最怕鸡鸣 而那失鬼是钩的旁人的魂 魂魂魄本就不稳固 所以就更具鸡叫了 也是怪我 倒是把这茶点忘了 洛老二忙 让人把鸡圈里的鸡都赶出来 一时间 鸡叫声不绝于耳 那失鬼受惊 浑身颤抖不已 金黄玉桃 却被村人们一轰而上 趁其虚弱 用铁锁将它绑住 捆得结结实实 村人们问洛老二 该如何处置失鬼 洛老二说要 赶紧将它除掉 等不得明天了 实则生变 他让人将失鬼 绑在一棵大树上 下面放上柴火 然后点燃 想要将失鬼分化 却不料 那失鬼竟浑身坚硬四铁 不惧烈火 足足烧了半个时辰 大树都快要被烧断了 那失鬼却仍是安然无恙 洛老二眉头紧锁 说这失鬼端得厉害 普通的火 要人取来了高粱干 添到了火堆里 没过多久 那失鬼便被烧得劈啪作响 浑身交呼四探 他在火光中挣扎夜污者 却是无济于事 终被火蛇吞没 化为灰烬 洛老二说 高粱属无骨 能驱邪 高粱干生出的火 更是洋火 所以能炼化邪碎 眼见失鬼成灰 村人们都松了一口气 就在洛老二 以为事情终于结束了 想要回家的时候 这时 长安娘却忽然从屋里走出来 焦急地对他说道 他二爷 你说这失鬼也死了 俺家长安怎么还没醒过来 洛老二一听有些诧异 说道 照理说失鬼一死 长安生魂归身 他就该没事了呀 他沉思了一会儿 呼得说坏了 应该是刚才的鸡叫声 把长安的魂 从失鬼身上给惊走了 怪不得那失鬼这么轻易 就被我们给擒住了 长安娘一听就哭了 说那我家长安还有救吗 洛老二告诉他 别慌 他可以给长安招魂 但长安的生魂受到惊吓 不知道情况如何 能不能找回来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说吧 他给长安娘要了一件长安的衣服 然后拿着根香出了门 长安娘在家守着长安 过了约有半个时辰 长安果然悠悠醒了过来 只是醒来后的长安 就变得痴痴傻傻的了 洛老二告诉长安娘 说长安的生魂 被鸡叫声惊散了 没能找权 丢失了一缕 找不回来了 所以长安才会变成 这副痴傻的样子 长安娘虽然难过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认命吗 那个本地人讲完这个故事 大家都会帮衬着他们孤儿寡母 后来洛长安他娘去世 大家就经常给洛长安送些吃食 衣物 而洛长安也能将就着照顾自己 一过就是几十年 反倒比许多同辈人都长寿 熬到了今天 我们听完他讲的这个故事 都觉得很玄乎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